有81宗個案是測試陽性 有4個是輸入性個案 77個是本地個案 那77個本地個案裏有9個懷疑是Delta 15宗是暫時找不到源頭的個案 另外62宗是跟其他個案相關的個案 包括一些接觸者在葵聰村 在這些相關個案裏 我們懷疑有垂直的傳播 我們昨天和今早都去了相關的處所 跟其他部門做了一些調查 其中一個是游泥村庸泥樓 36樓以上的二綠單位 那4個單位需要撤離 另外在石蔭東村的蔭浴樓 低層都是有一些傳播的 06和07單位在2至8樓 都是有14個單位需要撤離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弘福花園的二座 那是醫室 比較高層的醫室 又是有垂直的傳播 還有一些天井位 所以在26至32樓的E和D的單位 都需要撤離 在這個沙田巡渡衛里中學 一些校工也似乎是有些爆發的 現在至少就有兩個確診個案 還有一些初步陽性的個案 今天這些個案裏面也看到有很多 在23日有一些家庭聚會的個案 即是一些跨家庭的個案 那接下來的新年 就希望大家都留意有這種情況 即是如果有一些跨家庭聚集的話 就可能有一些傳播的